9月12号在那个巨华上 那个小程序上下的单 所以那个运达快递 周先生之前在网上给女儿买了一根跳绳 说是班上同学都买了同一款 需要印上名字用来区分 可收到货以后 他发现店家把女儿名字中的一个字印错了 就找快递把跳绳寄回去 重新下单买了一根 当时运达快递是选项中的第一个 周先生说这段录音是他给快递员打的第一个电话 对方意思是平台揽箭派错了区域 这里不是他负责的区域 周先生住在杭州萧山鼠山街道四下黄村 快递要寄去京华 第二天还是没有人上门 都没有打仗给我 中午我打仗给那个快递员 当天晚上的快递员 然后后来跟他说起两句话 然后他就开始那个辱骂我了 说了很多脏话 心情很不爽 很不好 你有骂回去吗 顶了一下 他就电话挂掉了 哪里啊 百分之四下黄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转出去你每次打我的电话呢 我怎么号码都没有 你怎么没那个联系 你那个联系我呀 没那个联系你等你能联系吧 你找我一直找我干什么 你一直找我干什么 就是你号码 找你干嘛 服务态度一点都不好 作为一个企业 作为一个平台 不管怎么说 你们都不能辱骂客户对吧 后面联系官方 他拒不配合那个 这个道歉 就给我三十块钱 打发我要饭的 周先生说 快递现在寄出去了 但他咽不下这口气 找到运达快递区域网点 负责人说 他也是刚刚才了解到情况 为了这个业务员这个事情 我们也跟他道个歉 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是我们接下去会改正 我们这个区域呢 这个从就是这个上个月底呢 就是那个做的这个地方的业务员 他已经离止不住了 张经理替快递员向周先生道了歉 他说现在这块区域 很多快递员是兼职的 在行业里叫代派工 他们会加强管理 对客户服务这块 我们要加强这个管理啊 让他们就是在外面 对客户都要态度好一点 既然你领导这样说了 我呢也不能天天为受斤斤计较 不好意思啊 因为确实是我们给你造成的这个麻烦 周先生表示 认可张经理的处理方式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这个阂口 但是之前还是送了这个阂口